王力宏人设崩盘 08年康熙来了郭世伦 曾在节目中间接爆料 玩得很开的超级偶像 你听到了一个男偶像的事情 这个真的要吃掉 而且要吃到肚子里头 是称赞上偶像的人吗 也是超级偶像 超级偶像 小S猜到是歌唱界的 偶像只有存在歌唱界 对啊 如果主持界就不算了 主持界哪有超级偶像 主持界就没有超级偶像 就是真的超级偶像 演电影的也可以是超级偶像 没想到 看到答案是崩溃 直言我不相信 直到王力宏前妻李敬磊爆料到 离婚是因为 如果遇到喜欢的人 不想他是委屈 被人说是小三 小S直言 他不太可能做出这种事 却没想到王力宏做的事情 更过分 在妻子怀孕时 违反防疫规定 去已婚人士加聚餐 而这些也在之前节目中透露过 也有要事 许若轩应该那把是真的吧 可以打他一下 还没有打 也都没打 许若轩你没有爱过他吧 被前妻痛斥到 王的好友很多 有男有女 和很多人暧昧不清 与王自己说下的人设 却截然不同 不是在想别的人 不是在想别的人 我不是一个花心的人 我觉得花心的人 也是很不成熟 也是蛮愚蠢的 如果你可以跟一个人 有一个真正的 有意义的交往 而且得接一辈子 这是比什么都重要 就是这个是多么难得 一件事情 我们在想别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